2024年暑期已正式启动,预计今年的暑期,民航将继续迎来国际旅游、留学出行等市场旺季。 从中外航公司航班安排情况看,暑运期间,国际客运热门航线将继续集中在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国家等传统旅游市场,受奥运会等重大赛事带动,致法国的加班明显增加。 此外,各航公司在至丹麦、匈牙利、希腊等国的航线上的客运加班也有明显增加。